大家好我是節目好久不見啦 各位來吧 對我們一開始就是一百二十七回合啦 哇這個隊伍真的是有那麼一點噁心 就試了算是一個最標準的石殺啦 還記得早期石殺是完全不可能的隊伍 我曾經還為了這個拍一支影片 那個時候其實最重點是地圖還沒有能力 當然啦也是因為成長的出現 破城的出現然後搭配成長 讓星數可以常駐在盡量高性的位置 然後再搭配等離子的話可以去扛住那個王 那其實我覺得破城應該比較重要 對相比而已 但是我覺得兩個都重要啦 這樣是好會兩個都高興一點點 好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在早期就有拍過了 那個時候第一次嘗試的時候 是我用九等月搭配石殺 然後打到了七十一回合 其實也不是打得很完美就是了啦 那到後來有一個觀眾投稿 給我算是一個七等月的極限 就打到了八十五回合 其實這是非常噁心的 那石殺其實它這邊是配 時間太陽月亮加上劍 好啦這個我就不管 主要是石殺 因為我覺得如果月亮等級不高 然後時間等級不夠的話 能到哪裡都是一個 看對面的狀況 我就是看對面時間的狀況 能秒就秒 好然後再來呢就是九等月 然後能達到一百一十七回合 那這一次呢 月亮拉到了十等 然後一樣的玩法啦 那我們看一下它可以到幾等吧 我們剛剛一開始來的時候是一百二十七回合啦 現在已經來到了一百三十一回合了 王的血量呢沒記錯它到第二行的話是十億的起跳了 所以剛剛是十二十五億嗎 來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而且現在有血量可以看了 比較能夠知道王的血量是怎麼樣去跳的 OK好現在到一百三十二回合 小兵的血量是來到了三 欸八位數的話是三千萬而已 小兵血量那麼少 小兵血量跟王的血量有差那麼多嗎 等一下沒事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百三十三回合 王的血量來到了三十一億啦 還是活生生的秒掉 不對這個版本是還沒有血量的時候 我就已經拿到這個影片了 哎呀那這個時候其實還是看不出來 王的血量跳的顯示的方式是如何 但是在未來在我之前某一支影片狙擊裡面就有看到 其實太陽打王的話看那個血量條其實是有一點香的 對可以看到王一開始扣得很慢 後面速度一加起來之後呢 那個血量扣起來 對非常的香 但是有聖劍的話 藍劍的話就會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他扣血扣的方式是 一開始扣很快 但是後面扣很慢 剛好跟太陽完完全全是相反的 OK 那我們就給他繼續看一下 現在來到一百三十四回合 小兵血量來到350萬 那對面的時間 這時候不知道他的時間是幾等啦 如果他的時間等級有出來的話 或許能夠更明顯的了解說 怎樣才可以到滿數 或是多少 當然七星時間是越多越好 這個時候也不太需要暗殺 有暗殺反而不好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這個時候再丟暗殺的話 有可能會把藍劍變成金劍 丟變成金劍的話 反而不妙 對反而不妙 那這個時候他的排版也太好了吧 四星太陽 四顆七星太陽 然後配上六個聖劍 配上五個月亮 喔三四五嘛 三...欸四五六啦 四日五月六劍 喔你看這才是標準的玩法 標準的上去 有了 他給他殺到了金劍 其實這蠻不妙的 因為金劍在這裡 這個時候就等於是 他王出現的時候 只能殺出七把金劍而已 因為王第二把 第二次七把金劍出來的時候 王應該就會放金劍 反而不太妙啊 好第137回合 對面的狀況 還有兩個七星的時間 這樣的話攻速基本上 我覺得應該還是滿數啦 因為七星時間 他給的攻速其實蠻噁心的 有了 雖然說他被封印起來了 但是解開之後還有五顆七星在 那這個傷害基本上是穩穩的啦 138回合還是可以活生生的打掉 那小王的血量呢 是34億 小跑得快的血量是3800多萬 不過其實也不重要 因為小兵而已 無所謂啊 無所謂無所謂 好第139回合 這邊的轉王就有那麼一點點危險了 37還是活生生的鳴鳥掉 但是可以看到 剛剛的哀王已經放技能了 對他的箭頭已經出來了 所以等一下就是 只要是二王是 IE王的話 就箭底了 二王 二王是轉王的話呢 基本上就會崩潰了 就會崩了 就沒了 這個版面應該算是最標準的啦 如果能要再上去 要再苛求的話 有了 他剛剛把那個金箭殺掉了 如果要再苛求的話呢 就是位子的問題 如果今天太陽跟聖劍 都靠左的話 或許會再更好一點點 不過這時候就要考慮到底是聖劍的殺傷力比較高 還是太陽的殺傷力比較高 我覺得這太難了 除非啦 今天他的訓練模式真的能夠更好用一點點 說實在他訓練模式出到這個版本之後 還是覺得沒有意義啦 雖然說他地圖可以放了 但是還是沒有那麼好用我覺得 好啦 二王且出來是魔術師剛剛很明顯啦 剛剛的哀王還瞬間就秒掉了 那現在的魔術師這樣就出現了很久啦 剛剛是40億 結果他補了兩次來到48億 所以他補一次會補他10%的最大血量 就對了 好現在來到142回合了 這真的太誇張了 九等月的玩法只到117啊 現在是伊斯了 但是對面現在只有一個七星的時間骰在 感覺一顆的話 他的攻速是不是就沒有到滿數了 那這一次下去呢 我沒有把影片給他加速啊 所以感覺起來 很像沒有對不對 很像沒有很像沒有 一顆七星很像還是不夠的 好那這一波下去被降星了 第一隻獅王被降星 第二隻是哀王 有那麼一點點危險 哀王也放到技能了 哇這個狀況有那麼一點點的慘 而且哀王放到技能還是七星的太陽 不過至少他還好是吃到的是 六星的月亮而已 我覺得還可以撐一下 而且剛被降了一下 聖劍還出來了是六星的 有那麼一點點危險 那接下來獅王之後是哀王啊 那哀王基本上我覺得不會是問題 重點是惡王 對惡王是誰就很重要 若見惡王是轉王的話 反而就有那麼一點點危險啊 好小兵想要四千多 一樣小兵是無所謂的你知道嗎 會不會之後出哪一個 現在有一個BOSS擊破嘛 會不會之後出一個叫小兵擊破呢 會不會 模式多出一點嘛對不對 好來了四十五一後面的 後面的那隻王是十二王 還好啊 不然的話就沒了 對其實這個時候就在賭惡王到底是誰 那下一波的轉王應該就是十等月的極限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要上去可能一定都有機會 但是那個運氣實在是太低了 你知道嗎 除非你是真的是追求極致的玩家 不然我覺得基本上是已經夠夠能看了 夠屌了 好146回合 剛剛144我也過了 現在146回來的是大蛇啦 新王叫大蛇 然後舊王叫小蛇是這樣沒錯 還是我記得之前有觀眾在這樣跟我講 好啦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還是講蛇怪好了 反正會召喚出新王的那一隻 來 我們這邊小兵也毀掉了 第147回合 基本上覺得有點危險 小王的血量 王的血量來到四十七億啦 接下來是艾翁王他召喚出了一隻不知道什麼的 結果就這樣被秒掉了 還可以 那這個狀況有沒有辦法把王處理掉 因為看不到血量的關係有那麼一點可憐 有了這邊的王處理掉了 但是對面的王的狀況還有一點點尷尬呀 這個魔術師處理掉了還行 可是因為他這隻蛇怪其實有點嗑到太陽啦 因為等於是會讓太陽重新疊傷疊起來 反而有點危險 現在疊傷疊起來到一百多萬 還是活生生的被秒掉 沒有被秒掉 被闖過去147回504張卡片 我覺得十等月能走到這裡已經是奇蹟了你知道嗎 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如果今天再配上裂痕的話 或許有沒有可能走更遠 但是那個位置可能又要更麻煩一點點 如果今天配裂痕的話 是不是乾脆就來個日月新疆裂之類的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OK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別人不開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在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我可以請大家到處去 吃飯心製作人員 以上